四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溪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最近张继柯的事件沸沸扬扬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新闻 一句话概括就是 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张继柯 试赌成性 为了还赌债 将前女友的私密照和私密视频 发给了债主 而该赌足以私密视频为要挟 向情女士勒索 作为其外人 有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张继柯确实侵犯了 前女友的隐私权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不聊八卦 但是聊聊隐私权的问题 以及我们所经历的 在中国和在加拿大的不同感受 那么说到这个隐私权 虽然这个词一直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但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说实话我还是挺模糊的 所以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 隐私权是指 个人在生活工作和社交领域 对自己的信息言行和形象 相要的保护权 然后呢 我又看了一下 在中国这个法律里面 在民法典中 它规定说隐私是指 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 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我不知道小西 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 这种隐私权的这个概念 这个词其实已经充斥在 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就连小孩 家里孩子有时候都会和 说说妈妈你得尊重 这是我的隐私 我们每天都在说这个词 但是你要问它 确切的定义 确实 这次我们要做这一期播客 我也和你一样 类似于茶 我会发现隐私权 它最终落到最根本 它是一种人格权 它一说到这 我感觉就豁然开朗 就是说其实我们 不需要过多的去解释 它是什么 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但是这是我的尊严 是我的人格的一部分 它应该天然的受到尊重 那我日常生活中 是有什么时候 是被感觉是侵犯隐私的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 都有经历过的一个 就信息方面 总是受到那种骚扰短信 骚扰电话 还有比如说 我想买家具 在网上搜索过之后 马上我所有打开的网页 打开的APP 它就会给我推送 相关家具的这个广告 但是也就一笑而过 因为觉得 这个太普遍了 我们个人 其实也没什么办法的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 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 就是说究竟哪些东西 可以被界定为隐私权 你说我们的电话号码 算隐私吗 你说我们的 email地址算隐私吗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时候 都在不停地 把这些信息给出去 包括有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会做一些 和客户相关的工作 可能我们会说 需要留一个 您的身份的证件 有的人呢 就大大咧咧就留下就走了 有的人说我不可以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证件 拍给你 或者是拍给之后 一定要在上面写上说 此证件仅为某单位 某事件情况下使用 其实我们会看到 就像刚才 他的定义里面说的 你的私人生活安宁 和私人信息的保护 每个人对他的界定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看到生活中 有的人会对这个 抓得比较紧 但是有的人 可能也会比较松 就是法律上 虽然这样规定 但是每个人 他的主观的这个意念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比如说像我的话 遭短信之前 我觉得还OK啊 但是如果你 刚才说的那例子一样 比如说像银行信息 或者身份证 这种要是泄露 我会很紧张 因为你这个东西 涉及到你的钱财啊 我就不可能会 一笑而过了 没错没错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 其实这个东西 会更多的引发 大家的恐慌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很多之后 我们的事情 都在线上完成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我亲手 把这个东西递给他 他看了一眼 拿回来 或者甚至他复印了 放到他文件夹里 我都觉得还好 但是如果我今天 通过一封email 把我的驾照 或者是我的什么 证件护照拍给你 我的这个心理 至少我觉得 我会打鼓 一下子的话 这会安全吗 一般我们都会追问一句 说你一定要保证 我的信息安全 这样子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观察到的 信息泄露的情况 也是在疫情之初 我猜可能是很多人 失去了工作 没有经济来源吧 那个时候 我应该是连续两三次 收到了邮件的勒索 这个邮件的内容 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我掌握了你的照片的内容 我看到你的照片里面 和若干个男的 怎么怎么样 现在这东西都在我这 你必须在 什么什么什么之前 给我打多少钱 而且是加密货币 到我的帐上去 当时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之后 还是非常吃惊的 我就心想 我是什么时候断片吗 我最近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甚至还反思了自己 一段时间 当我确认 我自己确实是没有 我认为他是勒索诈骗之后 我又想到 对于有一些女孩 她们的生活方式 可能就是那样的 但是如果她们 遭到了别人 这样的勒索之后 她们会怎么做呢 所以她们还是 拿捏住了人性的弱点 这些勒索的坏人 我猜她们应该是 成功率还蛮高的 所以我才会连续 不断收到了好几次 这种的邮件 其实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这个隐私权很重要吗 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AB面嘛 然后比如说 我在公共场合 以及在私下场合 比如说面对客户 或者是面对朋友 面对不同的人 他每个人其实展现的面向 是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 保护我的隐私 其实就是保护我一个自由 就是能够在自己私密的场合 能够为所欲为 做我想做的事 当然这里不涉及违法犯罪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隐私它就是相当于自由 我觉得隐私权 越来越重要的这个意识 其实是来了加拿大之后 就是慢慢被加强了 我很深的一个体会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孩子去学校参加各种活动 孩子每次都会带回来一张 就是允许你使用 孩子肖像权的一个文件 然后家长必须在他们签名说 你这个活动 学校或者这个活动方 他可以使用孩子的视频或者照片 如果你同意的话 你上面签字 那么他会拿去用在任何这个场合 然后另外一个 不是去年参加那个Toastmaster吗 然后这种演讲的这个组织 然后我发现 我也收到这个文件 就是说 你在演讲的过程中 或者参加会议的过程中 你愿不愿意 你的这个肖像被他们组织方使用 但我觉得 对我来说其实无所谓 我都是可以被使用 但是他这样一问 我觉得 我好像受到了尊重 然后觉得 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 他会尊重你 然后来咨询你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我也是从我女儿 从学校拿回来 这个consent letter 感觉到非常的有趣 其实就从这么小开始 就说 其实他们的肖像 他们的视频 都是有他的影子权在里面 因为现在他是一个未成年人 他的权利其实交流在家长的手上 如果家长不愿意把它泄露出去 你是完全有条件这样去要求校方的 而且包括其实你在参加大型活动的时候 包括你在注册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问说 你有没有希望说 你的形象出现在这次活动的宣传的物料里面去 所以这个也呼应了刚才你说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本身对这个事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说照个相吧 也没什么不行 但是你问了我 我就觉得很舒服 如果你没有问我 但是突然我发现 我的照片或者形象 或者孩子的照片形象 出现在了其他的一些地方 那个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小疙瘩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加拿大这边 的确他这个公众意识也很强 然后呢 他们实际上的实践上的这个行动 也其实都做得很到位 我觉得这点还是觉得很不错的 然后我现在还想到另外一个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既然刚才讲到孩子的肖炫权嘛 所以因为我旁边的一群朋友 作为妈妈 包括我自己也是 经常会在朋友圈晒娃 以前晒的更多 现在可能稍微克制一下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 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 晒娃的问题 比较严肃的讲的话 还是涉及到这个 你们家孩子的这种隐私权的问题 对吧 你要说到这个 我知道贝贝有的时候 会在这方面有一个困扰 那其实这个又回到了 像隐私权的那个定义 就是你觉得多大程度的 才是你的私人生活安宁 你觉得多大程度的 才是你的私人信息 不被打扰 有人觉得 那个我的孩子这么可爱 就应该让全世界知道呀 我不认为我的世界就不安宁 我认为我要把我的这一份 幸福感分享欲发散出去 但是也有的朋友会认为 小朋友的形象也是形象 而且可能会把 有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是不是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这隐私权 其实主体应该是放在孩子身上 是孩子他觉得怎么样 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的几个经历的事情 一个是我女儿小时候 她特别特别可爱 然后那时候 我简直是疯狂晒滑型的那种 完全就没有这方面意识 就觉得哎呀 这个母性爆发 孩子可爱 我就疯狂晒滑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拍了张照片 就发现我女儿的一张照片 在一个山家的一个枕头上 被印在她那个枕头上了 哎呀 我当时就 哎就怒了你知道吗 你这样用我照片 咋不跟我说呢 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我来了加拿大之后 小孩子也长大了嘛 那时候她应该是七岁左右 然后我当时也 也在发照片 发那个朋友圈 想要哈 我女儿正巧就在旁边 然后我挑战照片 我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说哎呀 我要发这个 然后我女儿在旁边看到 她说妈妈 你要发这张照片吗 你别发 这张照片我觉得好丑啊 就在她看来 这张照片很丑的 但对我来说 是很好看的 但这个听哪个主体 这张照片是她的 其实应该听她的意见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 也让我重新反思了一下 就说 就你觉得可爱的东西 小孩会觉得可爱吗 那如果长大以后 她看到这些照片 她觉得 哎呀 我妈怎么会是 这么丑的照片 小时候照片都给我发上来 这两个事情 就让我一下子就反思 就是你在发照片的时候 你有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起码是对我来说 可能还是要稍微克制一点 所以我现在 很少发照片 我也承认 实在是压抑不住 我的母性 或者是我的虚荣心 我也会晒娃 但是我大部分时候 我会稍微克制一下 就是尽量能够不发 有时候实在是克制不住了 那就发一张吧 就会有这种的状态 我能理解你的这种心情 贝贝 就是其实在这个智能手机 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儿童 包括我们这些这一批大人 也是在智能手机 我们的这一方面的 common sense 基础知识 也是一起成长的 我相信在未来 这些孩子长大的时候 可能等他们回顾的时候 会有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困惑 说我妈为什么当时 把我这么丑的照片 发出去了 只是说现在这个社会讨论 还没有到来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 挺好的 是挺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其实有些国家 看到什么意大利啊 像法国 可能局部 已经说在这方面 有一些规定 然后也有出现一些案例 就是可能侵犯这个 隐私权的这个案例 这个判例好像也出来了 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以后会慢慢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这个 这个交界的阶段嘛 可能以后慢慢的 这个法律可能也会成熟 然后我们家长的这些 隐私权 对孩子的隐私权的 这个意识 可能也会跟上 我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应该会是未来一个 很值得探讨的课题 对 然后如果听众朋友们 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说到这个 隐私权的这个意识 你我们发现 现在对于隐私权的 这个公众意识 已经进步很大了 特别是 像这次 我们经历的这个张细科事件 一开始的时候 还有媒体 或者是舆论说 让这个受害者来道歉 但是很快呢 舆论就转向了 就觉得 其实这个 他的前女友是受害者 为什么要道歉 我们要做的是 将他从这个事件中隐去 而将更多的注意力 集中在张细科身上 以及将注意力 集中在如何保护 隐私权的问题上 我觉得想起 之前08年的时候 那个艳兆们 那时候那些女性 我觉得好惨啊 什么问题都没有 结果要站出来道歉 影响她一辈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进步还是挺大的 在08年那个时候 那时候上中学嘛 这个事件刚爆出来 我感觉整个社会 都是很懵的一种状态 因为本身 性的这个话题 在东亚社会都是一个 会莫如深的话题 而突然有这么一个 爆炸性的新闻 首先就是大家 首先大量的亏私欲 被满足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 那个时候还没有 网络实名制嘛 在虚拟的网名下 肆无忌惮地发表 然后当时最惨的 确实可能就是 里面的那些女性们 她们遭受了长达 数十年吧 我觉得确实 她们的事业停滞了 非常久非常久 她们也很无辜 也很莫名其妙 就遭受了这么一场灾祸 可以说直到后来 十几年以后 当有人慢慢重新去 回顾反思这件事的时候 才发现说 谁才是这个事件里面的 受害者 谁才是这个事件里的 施暴人 我们究竟应该 怎么样正确去看待 这样的事情 其实现在反过来 这件事情相当于 给我们下了一剂猛药 让我们有 这么十几年的时间 慢慢去反思 才有这个隐私权 关注度的进步 聊到这一方面 大家也可能想了解说 是不是会在欧美 或者北美这一边 会相对好一点 其实我和贝贝去做了 相应的调查 其实整个全世界 对于女性的 这方面的要求 其实相差不多的 举个例子呢 大概就是在2014年 有一个好莱坞的 艳照门事件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 就是 Jennifer Lawrence 大家管她叫大表姐吗 也是一个 拿过奥斯卡最佳 女演员的一个明星 在这个好莱坞圈里 算是卡很大的了 在当时这个好莱坞 艳照门里 她就是 首当其中受害的一个人 她可能自己手机里面的 很多的 私密的照片和视频 都被曝光 当时这个事件呢 她倒是没有一个 所谓现在我们所骂的 一个渣男的角色 不是说 一个男生 要去陷害这个女孩 当时是可能 几个黑客手痒吧 然后当时的苹果 和Google的系统 有一些漏洞 然后就被直接 给黑客给抓住了 黑客为了博人眼球 就侵入了一百多个明星的 在他们的相册里面去 然后把这些东西 就给暴露了出来 我看了当时的那个报道 我印象也是非常深 就说其实 包括我们自己在这边 生活了十几年 可以感受到 这边对于女性的 所谓的真洁的观念 可能没有在东亚社会里 那么强大 但是你说这些事情 就不会伤害到女孩吗 也并不是这样子 当时采访他 他有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 我压力很大 我很崩溃 每一个看这个照片的人 都是一个新的犯罪的人 你们不应该去看这样 这是我隐私的东西 很多人比我道歉 但是我无数次拿起笔 我不知道我错了什么 我要为什么而道歉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说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一个individual 他的意识是对的 他是要这样想 因为他确实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在整个社会 整体的压力下 他就是会崩溃 然后他的演艺事业 就是会遭受到一些质疑 他要先把这些事情 全部去处理好 他才可能继续再往前走 就说谈到这样的观念 其实对于欧美的女孩来说 也是一种重担 也是一种束缚 其实这个地方 我想提一个 之前特别火的一个音剧 叫sex education 就很直白翻译 就叫性教育 我猜应该有不少的朋友看过 因为他的打分是很高的 这个故事其实讲了 是一个英国高中的故事 你想高中 就是十五六岁的小孩 在他们荷尔蒙最爆发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无比的好奇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边界 也充满了很大的好奇 然后整个剧 其实就是讲 大家不同的sex 各种各样的sex 但是这个里面 有一点 其实当时 非常的引起我的注意 就是说在剧里面 有一个最漂亮的女生 其实就是剧里的女主角 她是最popular的 然后有一个男生呢 向她求爱 被她给拒绝了 然后这个男生 就在学校就造她的谎咬 就说她非常非常的不堪 然后这个女生后面说 这个对我造成了 非常大的困扰 其实就可以想象 在这种极限的环境下 本身大家对于性 都是流动和开放的 但是也不能忍受 你对我这方面的无名化 也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就涉及到这种隐私权 特别是跟性有关的时候 女性 全球的女性 仍然是最大的受害者 其实我们聊到 对于隐私权的保护 不光对于女生 其实对于男生 对于男性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绝对是一视同仁 一个男生 如果他的一些私密的信息 遭到了泄露 我可以相信 对于他的生活 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个世界 给我们血淋淋的事实就是 关于性暴力 目前90%以上的受害者 都是女性 其实最近呢 有不少的社会热点问题 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北美 4月7号会上映 那个大鹏的电影 保你平 我相信最近在国内 应该也有一些朋友 已经看过了 最近还挺火的 他就是讲的 一个女性 被造黄谣之后 到了死后 还是不得安宁的事情 还有包括前一段时间 苏州大学有一个男生 P图 来造女生的黄谣 现在就感觉 这个事情 简直是没有成本 没有底线 包括前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的 粉色头发的女孩 因为拍了一张照片 也被网民网报 也是造她的黄谣 最后逼得这个女孩 不堪忍受重负 而自杀 我想引用 保你平安里面的 一句台词 一句话 就是说 当你说一个女人是 做她小姐 无论她是不是 她都已经是了 就当然说 你把一盆脏水 哪怕泼到一个干净人的身上 她是没有 她是没有办法摆脱掉的 她要怎么样去自证 这个时候 我和贝贝 其实也在讨论 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 只有当女性 沾染了性方面的污点 就会产生 如此毁灭性的一个效果 我想提一件 比较有趣的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些 资深八卦爱好者 像我一样 应该会记得 就是前一段时间 那个美国队长的扮演者 Chris Evans 他自己闹了一个大事件 据说可能应该是 他在喝醉的时候吧 不小心在自己的 Instagram账户上 po了自己的裸照 哇塞 然后就在互联网上 引起了一阵 狂欢 狂欢的内容呢 无非就是女生 看到了之后呢 都垂涎她的肉体 然后男生呢 看到他的样子之后 可能也会羡慕说呀 这个兄弟确实 不一般 不一般 然后呢 这件事情 最终就以他 对于新来的粉丝 号召说 哇快去 给我们要 总统选举投票 这么一个很正能量的事情 就给结束了 最多也就是 产生了几个表情包 然后后面 其实大家有 有人去反思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的主角 是一个女性 她会怎么过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这个主角是一个女性 她不小心在互联网上 po了自己的私密照 大家会怎么说她 会这么宽容 会这么幽默 会这么一笑而过吗 我们深深地表示怀疑 其实刚才我们也有聊到说 这些年来 对于隐私的观念的保护 其实是有很大进步的 在这个中间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可能不得不提到 就是这个me too的运动 me too运动 大家稍微去查一下 就会知道 她其实是女性 针对自己在职场上 在生活中所遭遇的 性侵犯的一个 大声的张扬出来 把她 她是在2017年的时候 开始火爆的 当时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当时 那个好莱坞 最著名的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 她自己做了 很多不堪的事情 当时这个女演员 很勇敢地在社交网络上 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之后呢 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她带来了什么呢 她我认为是提升了这件事情 在全球的一个能见度 我感觉不光是在欧美 以及亚洲 很多女生之前 对于什么样的行为 是可以说的 什么样的事情 是不可以说的 其实我们心里 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界限 很多时候就会说 哎呀 在职场上 男人都是那个样子的 女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能是要去忍受一些的 但是当这个运动起来之后 每个人都大胆地去表达 自己的感受和观点 鼓励公开讨论 使这个受到了创伤的女性呢 她们可以得以去倾听 然后得以去相信别人的想法 这个引起了我的思考 就是说 在这次这个张继克事件当中 这个女孩在受到了威胁之后呢 她可以很勇敢地去报警 这是一步一步的 这个社会实践慢慢带来的 然后让大家也会非常的认同 给她竖大拇指 她这样做就是对的 就是应该努力地去保护自己 你这样做 一点毛病都没有 而现在这个社会风潮 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现在大家也都是 在非常支持她的一个状态 对对 非常同意 就是从这个事情来 我也看到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是不管是在性侵啊 在这个隐私权啊 或者是性暴力 这些事情中 不同的女性开始发生了之后 每个人的故事被看见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话语 被听见了之后 能看见原来以为的 被灌输的正确的东西 它其实是不符合现实的 然后这也是慢慢地 能够推动女性的觉醒 公共意识的觉醒 进一步推动 这种法律的健全呀 或者是这种舆论的环境啊 这个都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说 一类事件的发展 一类权益的保护 其实都是要通过 若干个社会事件的发生 讨论 然后真理越变越明 然后大众才会看到 它发展的方向 其实包括我们提到的 几个重大的事件 从08年时候的事件 到14年好莱坞的事件 17年MeToo的火爆 以及2023年又发生的 这个张继科的事件 其实我感觉 我们的社会舆论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它让我们也敢于去提问 敢于去思考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说 如果一种道德 只是用来约束一个性别 那么这个道德 是一个好的道德吗 小琪说的这句话 让我太有共鸣了 就是什么时候 对女性达到真正的尊重 那么可能这句话 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对隐私权 或者关于女性 有什么共鸣 或者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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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